我們在虎靠了 火元素 無性別 這些都不能是 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 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 Old Man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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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們這一集 我們呢 準備要去沙漠地區了 為什麼要去沙漠地區呢 這個上一集呢 看過影片的人應該都知道 不過我在這邊稍微再講一下 因為老頭做了乾鍋 那乾鍋裡面有一些藥水需要用到玻璃瓶 但是玻璃瓶的製作成分又需要玻璃 玻璃的話呢 要做出來 必須要沙子 那沙子在哪裡才會出現咧 當然是沙漠啦 那之後又有觀眾講說 這個沙漠地區呢 有那個沙漠裡面最強的龍 牛龍居然會在那裡出現 其實還蠻意外的 因為我以前玩方舟生存進化的時候 我以為這個牛龍啊 他是在熱帶雨林才會出現的 就很奇怪為什麼他是在沙漠才會出現啊 這個分配的位置感覺有點怪怪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準備要去沙漠一趟 好啦 在遊戲開始進行之前呢 一樣希望各位觀眾們能夠動動你的手指頭 在這個右下角按個喜歡 或是在左下角個訂閱 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 或是在下方留言 感謝各位的支持 那麼呢 我們接下來呢 要準備實施的就是我們的改名 改名 又到了改名了 究竟是哪一隻 要被改名呢 紅燒雞翅我喜歡吃 各位有沒有看過那個啊 那是什麼九品芝麻光 還是唐伯伍點秋香 唐伯伍點秋香吧 你真的快勝天 對我真的快勝天 好啦 不要理我 我突然想到這部戲 我就看到他 我就覺得想要吃紅燒雞翅了 其實他也蠻像紅燒雞翅的啊 應該沒有錯吧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身上的這個 物品呢 箭矢 裝備 水都填滿了 我們現在可以準備去我們的沙漠地區了 我們沙漠地區位於這個南邊 在這個下方 各位看見這些 淺黃色的這個陸地了有沒有 全部都是 我的暗影暴居然殺掉了 殺掉了一隻小洛洛 好 沒問題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出發 Let's go 哇 我居然沒有看過這個方舟方塊的海 欸 這方舟方塊的海 怎麼跟麥塊一模一樣 呵呵呵 好啊 對啊 這很像麥塊啊 我現在來發覺很像麥塊 欸 這邊就有沙漠了 欸 這邊就有沙子了 這是不是沙子啊 這是沙子嗎 方塊沙 欸 我們這邊就有沙子了耶 我們要不要去抓牛龍啊 原來沙子離我們這麽近喔 原來離我們這麽近 我們在這邊就可以找到沙子了 我們還要去沙漠嗎 不然這樣子好了啊 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們再去挖沙漠好不好 不是啦 再去挖沙子啊 怎麽一直講錯 我們看一下挖一次多少 挖一次一個 可以用斧頭砍嗎 不行 好像只能用十次高砍 而且只能一次一個欸 欸 這邊就有沙子了欸 這麽讚喔 好吧 那既然這樣子 我們不用刻意到沙漠地區挖沙子了 我們這邊就可以稍微挖個 挖個狗 然後挖完之後 前面也有啊 看來不難找嘛 好不好 那我們這沙子就可以稍微往後順延一下 好 往後推 往後推 我們那個牛龍優先 牛龍優先 好 我們身上的麻醉劍 有100隻 100隻枕 哇靠 這邊全部都是沙子 根本不用擔心啊 我還在那邊擔心說沒有沙子 好 我們現在到這邊有點熱 我們終於到沙漠地區了 喔 為什麽這麽會有蝎 哇塞 弄到一下 完了 我是要中毒 中毒身亡了 欸 為什麽那蝎子是瞬間衝出來的啊 喔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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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我今天是來抓牛龍的齁 不是來抓蝎子 這個之後再說 好不好 各位不用急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來試試看這個木頭 敲敲敲 給一般木頭 好 我們先去掃描一下那些蝎子 做一下記號 可馴服 我們可以把它抓起來嗎 應該是可以吧 跟以前一樣 欸 可以欸 以前用這種方式抓那個 風神翼龍 你們還記不記得 第一季的時候老頭這樣幹過 然後抓得非常辛苦 好 我們要練等級就這樣練就好了 哇 那是什麽東西 欸 那個是甲龍欸 甲龍欸 阿為什麽把他咬死沒掉那個東西啊 甲龍少一下 甲龍少一下 欸 不要卡我 洗巴魯 哇 可馴服的甲龍 阿 不要波及 阿 My Gosh 慢慢打 慢慢打 林伯會找牛龍 欸 不過我想要看一下這個 仙人掌 欸 哥想看一下仙人掌 砍下去是什麽 嗯 這個 仙人掌是用一鍵剪的喔 仙人掌枝 仙人掌樹皮 好 雖然不知道可以幹嘛 可是以後應該有用 然後這邊有甘蔗原 哇塞 那什麽東西 獨眼巨人BOSS 連這貨都出現了 我哪受得了啊 幹什麽 你是在找死的是不是 欸 還在戳我是不是 忘記戳到了 沒關係 你先死 哇 這邊盛產 這邊居然是盛產鞋子的地帶 我們去掃一下那隻獨眼巨人 哇 這邊還有岩漿塊欸 掃一下掃一下 不可馴服 哇靠 攻擊這麽高喔 阿這什麽 火山岩塊 荒 荒岩土 欸 可以可以挖欸 哇 帶一下 帶一些回家 嘿嘿 帶一些回家 走吧 我現在停不下來了 我什麽都想看 阿那是什麽都 那是什麽 我們是來到地獄是不是 這根本不是沙漠啊 欸 那獨眼巨人看過了 他會不會遠程啊 欸那什麽東西 欸那是那隻 那是豬 那個豬 那個豬也可以抓的說 哎呀 可惜了 哇 劍龍欸 今天來到了新世界 哇 好好玩喔 愛的世界 哇 劍龍 是醬嗎 給他劍龍掃一下好了 我們來劈一下這個 甘蔗 歐耶 然後我們掃一下 這都可以記錄的 只要有掃到都會記錄 然後記錄之後呢 之後我們可以直接在博物館看得到 我覺得這個記錄是要多做啦 會比較好一點 像這隻豬可以掃一下 對面的那隻也可以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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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遠 牛頭怪喔 他不可馴服啊 原來我剛所在的地方叫做末日 什麽來著的 這個可以抓 欸這個 這個等級好低喔 原來這個抓是這樣抓的 抓他可以幹嘛 這個應該是要放肉有沒有 叮叮 阿算了 我們順便抓一下好了 來來來 嗯 你不吃肉 阿你吃什麽 我給你吃果實 加多少 加那麽少 放棄了 麥安妮好 阿得下咪 烈焰之神嗎 這麽大一隻喔 哇 你們這邊每一個都這麽大隻 我哪受得了啊 Discovery 觀察生態時間 走開 哇他們在呼咬了 火元素 無性別 這些都不能是 喔 喔 Oly sh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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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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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 要觀察 欸那是什麽 岩石巨人嗎 為什麽這石頭看起來怪怪的啊 喔 我就知道 你白就知道 啊 欸 石頭人居然這邊也有 欸 呵呵 元素 哥倫 幹我不敢在這邊探索了 我們趕快去沙漠地區吧 好可怕 所以說牛龍到底有沒有在沙漠地區啊 我找了民國八千年啊 喔 終於 哥終於把牛龍給刷出來了 結果居然是在這裏刷到的 各位看見沒有 這個右下角 1.0這個部份 有沒有看見 哥倫居然在這裏刷到牛龍 而且牛龍其實還蠻大隻的 我現在不知道他幾等啊 總而言之呢 先趕快挖個地洞再說吧 這個附近挖地洞應該是沒什麽太大的問題吧 好不好 這個鞋子 鞋把他弄死 怕他突然衝過來弄我 咱們先發智人 我靠 突然怎麽一個轉身 一堆鳥啊 你們是故意的是不是 靠要沒有體力了 在這邊休息好了 哇裡面什麽 雌性寶石蜘蛛 什麼乙姬 乙姬類的 哇一神群 牠一鳥在幹嘛 完了 這邊好多野生生物 好不好 那隻牛龍我想要 牛龍勒 牛哥勒 哈囉 牛 牛在這裏 我看到牛了 這牛龍的顏色我還蠻喜歡的 可惡 我想想辦法 在這個不被突襲的情況之下 弄到手 拜託希望不要死 求你了 這個挖的蠻快的 這樣夠了吧 欸我是被打了 啊啊啊啊啊啊 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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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 Fuck you 好的 這次老頭呢 又重新來過了 齁 終於找到牛龍了 而且這次還次來了三隻 好我們贏一隻就好了 我們贏一隻看起來比較倒楣的 老頭已經把這個 地洞已經做好了 應該是坐在這裡吧 對 坐在這裡沒有錯 所以說要引過來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這隻是幾等啊 我不知道啊 我看一下 10等級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關係 就抓一隻10等的也是可以 沒有魚也好 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為什麼卡住呢 欸說這個牛龍攻擊好高 我敲一下101 我的阿根廷居應該被玩假的 你知道嗎 我咬他一下好了 快點快點快點 來來來來來 我的速度感覺好像很快的樣子 感覺還蠻快的 來來來來 就是要故意激怒你 來這個地方 喂 唉唷 開始在跟別隻對幹了喔 他應該要被打下去吧 喂 阿里斯在跑什麼啦 不要鬧了大哥 我有點痛有點痛 沒關係不過我覺得我撐得住 64滴還行 我們等一下再把那隻牛龍帶過來 那隻牛龍在哪裡我看一下 牛龍怎麼跑那麼遠啊 他是有多怕 哈哈哈哈 牛哥你是有多怕 給我出來好不好 他動他動他動 你早該過來這邊了 在那邊浪費彼此的時間 算了我抓另外一隻啦 還不是都是那個角龍 在那個假龍在那邊亂 假假 唉唷唉唷快沒有體力了快沒有體力了 這有點小尷尬 沒關係沒關係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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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下去 None 喔這樣還弄得到我 這麼屌啊 我先把這隻蓋神弄死 None 好可以開始抓了 開抓時間 我們的開抓時間 慢慢射 這隻到底是要幾隻啊 我開始有點擔心我抓不了了 唉唷啦 真的是沒事嚇死人 我們下去嘍 這個小淘氣 來 好啦 差不多了 再一口 就再一口 我們就可以把他帶回家了 好不好 我們就先把他帶回家做訓練吧 我們不要太早把他帶出來 跟這邊的恐龍對抗 不然會死很慘 好我們的牛龍大哥帶回家養 養到50等以上再帶出來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啦 好差不多了 大概在 在10 好再扣個10寶石度 他就站起來了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先把他變成方塊啊 好不好 我們這邊沙子帶了大概也100 205個 OK的 OK的OK的 到時候我在自己私底下把沙子帶回去啦 因為 我們要把牛龍帶回去 應該需要龐大的負重量 然而我的阿根廷的負重 已經點到1000了 應該是可以帶的回去啦 應該是可以帶的回去 這個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好啦 終於回來了 經過這麼 長久的 長途跋涉 終於啊 把我們牛龍放出來 牛龍大哥 我終於找你找了好久啊 牛龍大哥 你不覺得這牛龍看起來很像是 某一個幫派裡面的大哥的那種感覺嗎 他給我的感覺就像是某個幫派的大哥 那只差他的他的他的手好短 只差他的身上沒有刺龍刺鳳這樣子 也不對啊 本來就是龍啊 所以說不應該刺的 對啊 就感覺好像少了點什麼 喔走路好快 怎麼沒打到 高低差嗎 右鍵629 我的天啊 左鍵 左鍵還沒試過 怎麼左鍵咬不到啊 左鍵蠻低的 但右鍵這個傷害實在是 Holy crap 104 來啊 他打誰 他是看到我被 他看到我嚇跑是不是 欸他會怕欸 這家會怕欸 欸他 不會反過來攻擊我欸 牛龍會 那個 那個三角龍居然會怕牛龍 好像本來也就是 只是我比較意外的是 他 他這個生態的這個食物鏈 做的還蠻栩栩如生的 就是某一些生物會怕什麼生物 如果我是用狼 或者是用我的迅猛龍去咬三角龍 三角龍還會反擊 但是用牛龍的話 他們就逃竄了 好為什麼現在又打我了 你這是奧古 奧古的 奧古的三角龍吧 欸我會不會用死啊 應該是不會吧 不要再奧古喔 喔這血塊好快喔 一挑二也是沒問題的 直接爆了 好不好 那之後呢 我會找時間把這隻牛龍練一練 那也希望各位會喜歡這一集 好啦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左下角角 訂閱右下角 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好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方塊世界再見啦 掰掰 小姐 有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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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